DC獨立電影《足球小丑》 由影帝級人馬華堅馮力志主演 10月3日在香港上映 大家除了關注電影的內容 演技和當中所表達的意思之外 其實華堅馮力志的感情生活 也是大家所關注的對象 華堅馮力志是同星出身 一家都是明星 不過在經歷哥哥因為濫藥而去世之後 他停影整整一年的時間 後來人都開始變得低沉 他自己更加曾經提及經歷這件事令他一夜長大 後來他遇上了現在未婚妻 龍民生的女孩的朗尼瑪娜之後 整個人開始有所改變 更加會做一些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不過他們並沒有因為一見鍾情而即時拍拖 反而在四年之後一個活動上再次相遇才確定關係 之後他的面上增添不少笑容 亦都令他重新熱愛人生